一,大盘预测总结回库,收平,周三两市若是调整,成交量较前一日略有放大,盘面上,两市收藏个股不足三成,涨停个股50只,非FP跌停个股9只,截至收盘,库指报2787.26,跌0.39%,成交1386亿元, 深层指报9195.24,跌0.97%,成交1988亿元,盘面上来看,热点进一步消沉,板块多数收跌,具体来看,收到昨晚PCB涨价消息刺激,电子元件涨势较好,板块多这个股涨停,使墨西概念持续发酵,板块也获得不少资金关注。 此外,电力,旅游,环保等,也真有不同程度上涨,而航天航空,通讯等则走势较弱,两周二大盘冲高回落,可惜没能红,预测不对,不过实际操作正确就OK。 大盘微信大盘是外围股市影响,开局一度冲高,但随即快速回落,而后再转为缓慢盘升态时,临近未盘时更是出现快速跳水,最终护局以夜线暴收。 今日明显受到来自21天均线的压力,成交量也有所放大,表明市场投资者对连续四肩不能上破21天均线,已经失去了耐心。 纷纷选择了平仓离场观望,市场一度向空方倾斜,就后市而言,随着近期地空消息逐一消化,场内整体做空动力不足,但是热点的缺失也让多头难以找到进攻方向,因此,指数短期依然还有继续回踩的可能。 从指标上看,推指标均线即将上穿英轴,表明目前反弹行情的性质还没改变,MACD指标红柱进一步缩短,KD指标绿位向下拐头,表明多方力量进一步衰减,市场震灯整理走势孔将延续,涨跌比绿位的指标再度上穿均线,表明市场转前效应仍在,场内人气位需,综上,后市继续维持震动力。 荡的可能性比较大,投资者因观望着为主股,仅跟热点清仓参与为宜,综上,明日大盘走势应该继续冲钢回落,最后小拉伸。 操作策略昨天预期今日,大盘要来一个反弹,然后回落,今日如期出现。 不过,回盘回落厉害,主要是下午却受人民币贬值刺激给带了下去,之后,人民币贬值概念拉伸了。 毛衣战概念也拉升了。 这些信号都说明了当前市场对于后续不确定性的一种不安情绪。 同时,也反映了当前市场信心不足,一旦有点风吹草动,都是抢着卖,就看是走得快还是走得慢的问题。 同时创业版短周期顶背离,在连续巴连扬之后,遇到没量的行情,短期压力回彩。 所以接下来的策略,就是反央继续减仓减仓。 观望为主,先不买。 不过好的一点是,今天市场终于是有了新题材的出现,PCB电路版。 这种相对地位的新题材还是值得关注的。 另外,通产力新强势武版,明天就是换手放两分级阶段。 能上六把的话,富乐锡,石墨锡还可以继续关注。 板块杂谈一,PCB涨价,整体来看,PCB涨价概念,可以说是科技股的延伸。 整个题材的走势其实是有点像近期的富乐锡石墨锡概念,同样是龙头三把之后,带动一堆小弟做部长。 PCB同样也是金安国际三把,带动整个板块高潮。 好的一点是,这个题材也算是近期的一个新题材。 近期可以继续关注,板块通向标,金安国际。 明天折票的走势可以参考一下通产力新四版时候的走势。 板块关注,金安国际,试运点路。 二新材料,虽然通产力新强势武版,但新材料的风头银血被新崛起的PCB概念所掩盖。 整个新材料概念分化明显。 昨天和大家分享的两支票,叠加业绩预增的中超控股,以及石墨西人气龙头德尔,未来今天继续连板。 但通产力新的跟风小弟利利达冲高回落,为盘杀爹,新材料板块整体表现是有点低于预期的。 只能说当前题材轮动速度是在太快,市场资金都是喜新旺旧。 明天新材料概念要谨慎接力了,板块关注,中超控股,德尔未来。 希望大家看完文章就好了,大家如果有什么大盘疑问,个股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,我会统一来回答。 有些好的问题或许刚好对我文章做一个补充,五、操盘点位支撑位27742758压力28002816,看完三分钟,我却是认真写完一个小时以上,马自不易。 希望大家看完,别忘了动动手指,养成了习惯,随手给我丢下帮的拇指,这就是对我付出的支持和鼓励。 讲真的,很重要,微信公众号股票红小兵,GPHXP1230有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